哈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社会老师八音超 我主要讲的是广告海报设计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我们一起学习了广告海报设计其中的一个元素 文案 文案呢,也是一张海报的一个清脏核心 那么所有的元素呢,都是围绕着这个文案展开的 为了完成一次比较好的营销策划 那么这点课呢,我们接触这个广告海报设计其中的另外一个元素 叫做字体,字体呢,相对于海报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元素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些海报 这是我们上年课,讲课所使用的一个课件 其中这个海报的字体呢,也是各有各的特点 少年班呢,在我们以前讲VI字体的时候 知道他用的这种方法,就是做减法 才弹缺掉一部分,然后使你这个字的整体呢 活跃感更强,然后更冲透 山河固人用的这种书法体,以及道着下山 他们呢,相对于在这个photoshop里也好,以拉的推特也好 然后都做了一些字体的特效 像我们看到这个罗企业,政治企业这样的名字的时候呢 用了泼墨的这种设计方法 在一会儿我们的客人中呢,也会讲到 然后那个天猫呢,做的这样的 只有字的线框轮廓,而没有天充 这个在AI里相对来讲比较好实现 再到我们下面这种海报 他给加上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倾斜 加的背景,那你白色呢,这比较显眼 加深色的背景以后呢,使你这个字啊 就是从你的画面中跳跃出来 更加的醒目 我们现在AI里完成这个天充 那有的同学呢,他接触这个设计比较早 这种方法呢,他也很轻松 掌握,但是有同学呢 他可能刚刚开始接触我们这个设计行业 不太了解,老师呢,在这简单给大家操作一下 做这个逛机的逛子,你可以选类似的这种黑铁 然后把它拖大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拽不是十分的容易 不像你这样跨下拽大,他拽不了 他因为他在这边数字会有一个限制 限制呢,就跟你使出的时候 你建这个页面的时候大小有关 但是没有没有关系 你在这呢,把它打好以后创建轮廓 创建轮廓以后呢,你再拽它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创建完轮廓以后呢,你把这个天充呢,给它取消 隐藏起来 然后你在这个描边呢,把它选出来 这个边框呢,你可以自己去随意的去调整 这样的话,你这个现况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然后你把它取消编组 两个选到一起,然后把这个入境查找器,然后选出来以后 然后有这个连击 连击以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就变了变通了 也可以这样,你也可以这样让它压住 也可以不用去变化 具体看你想去怎么样一个设计 连击以后呢,它就打通了 这样,这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字体的一个变化 然后我们接下来到这个Photoshop里去完成一些复杂的 这也谈不上复杂,你掌握了方法以后呢 这些东西都会变得很轻松 然后老师给大家推荐推荐一款那个字体 对于你做这个,我们先把这个图解过来 你会发现它的有挺多的这个字呢 它是用笔刷也好 然后用这个笔触去拼切出来的这样一个输法题 我们可以在这个部分先造出一部分很深的这样一个背景 新建图层,Ctrl-6-N 天充,前景色,Alt-Delete 你可以在这锁定它 让你想移动它,移动不了了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输入这个名字 那你可以吸取它的上面的这个颜色 当然它不会是说你这种很耿直的这种黑体 它也会是输法体 这一会儿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借用这个网站 一些网站,自己生成的一些网站 你可以搜这个 严真卿 对,这已经出来了,输法自体转换器 当然它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很多这样的一个网站 然后你去选在线的这种 像刚才正子旗 然后它这会儿也会有宽度 这有很多的输法器,然后你去都可以去选 这已经出来了 宽度高度,然后以及颜色都有 大小呢,你可以去调整 这个也比较好用 输入需要到120 相对大一点 保存图片的时候 这会儿你还会看到它有更人性化的东西 它的这个后缀是PNG PNG就是透明的文件 那么我底图就是说我们看 看上去在这部分它是白色 其实它是没有,它是完全透明的 只有黑色的这一部分 这个你用起来就非常爽了 因为你就是很多小伙伴 看对于这抠图呢就很头疼 在这儿你不设计去抠图了 我们找一下我们刚刚做好的这个 我们找到桌面了 我们拖进来 它这个还是没没显示权 这个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不能用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就直接下载下载 下载这款字体也可以 其实你刚才把它变小 再保存的话 也会方便 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我们来这里找一下看有没有 有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字体 是需要你去重启一下你这个软件 然后才会在这才会有的 有的不需要 然后现在我们有了这款字体以后 数换题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到这样的一个笔触 然后去对它进行一个加工 这个字体 然后同学们记一下 这个是英文书 书法字体 然后它的这个笔触呢 比较好看 所以我们要用到 去记一下这个英文字体的这个名字 然后回头你们搜一下 搜不到呢 给老师留言 然后在课件下方呢 老师会给大家传输上去 也是 给你们发到邮箱里 然后使用 这是这样的一个 英文的书法字体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用到的这个 然后它会告诉你这个 偏方不守的一个走向 也是你是用哪部分 当然你这是一个大写的一个一只 这个其实你可以在这个 AI里做 AI里做好了以后呢 然后你会 比较方便 用到这的时候呢 你会比较方便 那它也可以 但是你就不如把它做成这个智能对象以后 然后直接截取其中的一部分来应用 这样可能会 更舒服 你用起来更舒服 或者说你就把它 转化为形状 或者说把它转化成工作路径 再或者你把它这个删除 文字 也可以 三国画文字也可以 三国画文字以后呢 你就把这个多余的这些部分 都去给它擦除 然后你再去适当的结合 你这样看出来这一笔下来 然后你再加些墨迹在这个地方 你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数法题了 因为你大的框架没有变 它本身就是数法题 这就是合成字体的一些合成 由于时间关系呢 老师不许大家讲的 完全做完了 这个时间来不及 你们注意的看一下这个 结构 它就用了这几个字母 相对应的也标了数字 回头这个图老师也是发给大家 然后你们下去去自己去试做一下 然后基本就有了 横竖平纳 折都有了 用哪一块都有了 就是这种字体 还有另外的一种字体 我看能不能撤销它回来 还有另外一种字体 就是我们在这个电影海报里 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字体 隐红的一些动作片 然后一些科幻片 常用的 当然它有的时候你做特效的时候呢 它需要你 是一个深的底图 当然你可以这个文字的时候 你可以填充成白色 然后我们想做特效的时候 其实也特别简单 也不用你费尽心思 因为都知道做字体特效的时候呢 都会在这个地方 混合选项里面 混合选项里面这些 然后加一些光泽呀 天充啊 投影啊 一系列 一系列的东西 然后你还要去调整一些参数 现在呢 你可以就是 下载 下载其他人做好的这些 特效 你直接去 直接去样式 直接去签到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你再适当的去调整一些参数 我教给大家的方法呢 其实都是一些 快速的 简便的一些方法 不用你去费劲的去去做 因为有变调的方法 你很快的就能去完成 你就没有必要在自己去做一些东西 这也是 可以 提前在网上下载好的这些 一些电影的一些特效 一些样式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金属感 星球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下车课呢 我会讲到这个背景 这二课呢 说不到这 它就是字体 现在就是字体的这个一个应用 但有些特效呢 它是 会 根据你这个 底图做的一些特效 这是它上面的这层写漏 下面呢 这一系列 然后你就去针对它这些 层的这些特点了 然后去对它进行一个复制就可以了 转接图层样式 这个呢 它就是为了突出它的一个厚度 厚度可以不用它这种方法 其他的它是没有什么 一会儿我们再来做这个厚度 厚度就是变化 不停的变化 也是拷贝图层样式 这个可以删掉它 然后再加一层 把之前这个清除 转接图层样式 我们这上面这也成的样式 可贝 到这边粘贴一下 这个效果出来了 然后你再打上这样的一个小字 可以了 厚度呢 就是复制一层 Ctrl 复制一层 然后呢 你动一个位置 向下三个 向左三个 老师在这块操作的时候有一个有一个问题 先把这层删了 还有去变换 沿着你刚才变换的方向呢 进行一个变换 这样它这个厚度就出来了 就是你刚才移动那个像素 向左移动了两个像素 它在复制的时候 还会在它的基础之上 上一层基础之上再进行一个变换 这就是一些国外的科幻电影或者动作电影也常用的一种字体的变换特效 很简单 我们不用再去复杂的做一些这个你自己在浪费时间去做一些这个字体的样式 你完全可以下载 然后过来去应用 再去调整 这些简便的方法 那么这儿课呢 说的比较多 嗯 就说到这里 下个课呢 我会给大家讲 这个背景 讲图片 讲这个海报里的一些图片 背景 谢谢同学们的收听 我们下个课再见